我也要落實蔡總統跟我的政見 頭髮都白了 出席既止培育活動接牌 但賴清德的法 可能也要多白好幾根了 藍白和陳定局 游盈隆就形容是超級強台 對民進黨造成嚴重威脅 藍白硬是湊合在一起 而且還公然的分贓起權力來 不僅僅沒有民主精神 而且也不把人民看在眼裡 兩個都不是四任的國家領導人 所以兩個不對的人 不會說湊合在一起之後 不管誰贈誰負 就可以是成為對的一組 在政治上沒有負負得正 這也是講給支持者天音賴清德 強調本來就設定選戰 一對一不影響節奏 說是這樣說炮火猛烈 被問到柯文哲自爆 藍白和後被AIT關切 是否中共戒旋 美國如果沒有證據的話 不會詢問柯文哲啦 倒是比較罕見的柯文哲 竟然公開的在電視上 把他講出來 違反國際的外交慣例 兩國之間外交的慣例是 沒有經過對方的同意 是不可以講出來了 這個也可以看得出來 柯文哲欠缺外交的訓練 就是要說自己比柯文哲適合 但他和蕭美琴若搭檔 也被國台辦批雙獨組合 中國的大聲批評也證明了 我們做對了 我們這一組是最能夠守護台灣國家安全 守護中華民國利益的一組人 從被提名後民調領先大半年的賴清德 一世之間選情只怕就要風雲變色 TVBS宣洪富華里 做橫桃園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師傅 高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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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おお